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三炮小工坊 本期我们要讲的电影叫做流感 电影开始讲的是一群来自东南亚的贫困人员 为了生计而被偷渡到韩国打工的事情 并且很明显可以看得出 在偷渡者中有一名男子好像患了什么重病 不过负责靠他们赚钱的黑道团伙 可不会关心他们的死活 于是就把他们关在了一个集装箱内运往了韩国 接着画面一转 来到了韩国一个交通事故现场 一名美女医生因为开车失误掉进了锯坑里面 负责救助他的人是一名单身大叔 由于救助过程十分复杂 所以单身大叔和美女医生在坑内发生了一些尴尬的事情 比如在摇晃的过程中两人搂在了一起 比如美女医生的裙子被铁片不小心划开 不过好在单身大叔用自己的衣服帮他遮住了羞羞的地方 最后解救成功 就这样单身大叔在同事的怂恿之下 好像对美女医生有一点一见钟情了 不过让他郁闷的是 美女医生好像对男人很反感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再说那些被运往韩国的偷渡者们 当韩国这边负责接应的黑道团伙打开集装箱后 却发现偷渡者们竟然全都病死了 就只剩下了一个幸存者还是半死不活的那种 当然一个人也是人 黑道团伙打算把他带走去卖钱 不过在路途中这位幸存者发现黑道团伙的嘴脸之后就跳车逃离了 幸存者逃走了 黑道团伙的一位成员却发现自己好像生病了 看病的大夫告诉他只是普通的感冒症状就随便开了点药 不过很明显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感冒 因为他还在不停的咳嗽 甚至还把咳嗽传染给了旁边的人 就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致命病毒快速的在人群中蔓延了 而身为第一个患者 黑道团的那位成员也很快吐血被送往了医院 然而医生们却查不出任何病因的所在 于是就打电话把那名已经下班了的美女医生给招了回来 美女医生是一名单亲妈妈 女儿也从幼儿园放学了 不过为了医德 她还是叮嘱女儿不要乱跑就去了医院 美女医生辞职不归 她的女儿为了寻找一只猫咪就从家里跑了出去 跑到地下车库的小女孩眼看就要被一辆车给撞到 结果被那个唯一幸存下来的偷渡者给好心救了下来 而小女孩看到偷渡者又渴又饿的模样 也非常好心的把自己的面包和牛奶递给了偷渡者 并且小女孩还打算去找求助站的人来帮助偷渡者 而小女孩找的求助人员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的单身大叔 不过当他们回去的时候 却发现偷渡者早就已经离开了 于是单身大叔就临时担任起了小女孩保姆的职位 而小女孩看单身大叔这么温柔 就和他说起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最后单身大叔从小女孩口中得知 原来美女医生早就因为家暴和小女孩的爸爸离婚了 而小女孩也有意无意的透露出 自己讨厌家暴的爸爸并且对单身大叔很看好的想法 小女孩的一点暗示又让单身大叔看到了追美女医生的希望 不过这个时候小女孩所在的城市 早就已经因为致命病毒的感染而大乱了 医院和政府人员虽然已经找到了病毒感染集装箱 并且摧毁了那里 不过依然无法阻止病毒的快速蔓延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在港鞠躬 甚至有很多医生都无法幸免 最后无奈之下 政府只能下令封锁了整个城市 当然在封锁之前 有权有势的达官显贵们自然是先提前撤离了 本来美女医生也是可以提前撤离的 但是为了寻找女儿错过了离开的机会 最后得知女儿一直被单身大叔照顾着 这让美女医生对她产生了一点好感 而政府在封锁城市之后 总统先是安慰市民 国家不会抛弃他们 只要认真接受医生的检测 没有被感染的人就会得以释放 而被感染者则会暂时被隔离起来进行治疗 然而事实却是韩国政府早就已经把决定权交到了前来帮助的美国高层的人员手中 即使这样的做法遭到了很多韩国高层的抗议 不过抗议却是无效的 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 那些被检测没被感染的群众 因为一直没有被放出去 也渐渐的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 再加上被感染者秘密枪杀的传闻不断流出 所以大家都暴动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很多身为韩国高层的官员 不但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 反而在那里不停的感谢着美国高层能够派兵援助镇压 至于韩国总统看到自己的民众被镇压 虽然很想反对 不过却被美国高层以谈判关于军队作战统治权的问题 被暂时牵制了起来 而这边小女孩也被美女医生发现已经感染上了病毒 眼看皆被检测人员发现并带走秘密枪杀 这个时候单身大叔再次挺身而出 把自己的号码和小女孩的号码替换了一下代替了他 此时的美女医生对单身大叔的好感再次提升 接着美女医生刚好碰到了那名偷渡者 偷渡者是唯一一位被感染并且不会突血死亡的人 这说明偷渡者体内存在着抗病毒的抗体 而偷渡者也在看到美女医生的女儿 是那名给自己面包吃的小女孩时 表示愿意提供血液去救小女孩 美女医生用偷渡者的血液制作出了抗护血清 并且注射给了女儿 不过最后被其他人员发现 他们用麻枪射云了美女医生 并且强行带走了小女孩 再说另外一遍 单身大叔被带走之后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证明了自己没有被病毒感染的事实 眼看就要快被释放出去 不过却发现了小女孩即将被拉到秘密基地进行吐死的一幕 单身大叔当时就急眼了 不管不顾的冲了过去 然而当他进入隔离区之后 直接就被震惊了 遍地的横尸正被一车一车地运往一个广场进行焚烧 甚至连还有生命迹象的活人也不例外 震惊了一会之后 单身大叔终于意识到自己还要找小女孩呢 而这个时候美女医生也醒了过来 寻找自己的女儿 不过最后还是被单身大叔在一堆堆的尸体下面找到了小女孩 只是找到了也没用 因为镇压人员根本不让他带出去 不过这个时候暴乱已经不是发生在普通民众之间的事情了 负责镇守的军人也有属于他们的亲人和战友 因为感染被活活带进广场焚烧时 他们也站了起来反抗 他们要让病毒传染到别的城市 这样政府才会想办法去研究抗病毒药物 而不是直接封杀他们 至于单身大叔则是带着小女孩撑乱逃出 而美女医生那边也在同事的帮助之下联系上了韩国总统 他告诉总统自己的女儿是患病毒的康复者 病毒是可以治疗的 不过美国高层却选择不信任 以全国人民安全为由 还是直接要射杀城市里的人 在美国的压力下 韩国政府高层也大多都听从美方的做法 最后城市里面的群众联手往军队的枪口前面走去 住手的军人迫于美方的压力 而不得不开枪 只是开枪归开枪 军人们也都是故意把子餐打歪 而不打中群众 不过最后小女孩的妈妈肩膀还是中了一枪 紧接着就是村人内下的一幕 小女孩挺身站了出来 站在了整个军队的前面 祈求不要开枪 此时的小女孩身躯看起来是那么的微弱和渺小 但是却又显得非常的刺眼和伟大 尖狱的讽刺着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 终于在这一刻 韩国总统和美国高层彻底撕破了脸皮 下令停止了射击的命令 不过美方高层依然留于后手 他们早就从美军基地派了轰炸机过来 准备轰炸封锁城镇 理由是为了世界人民不被病毒感染的安全照项 原以为如此一来 韩国总统必会服软 不过韩国总统这一次 却坚持和美国高层此刻到底 命令韩方对空导弹 如果美方轰炸机执意要轰炸韩国民众 那么对空导弹就立刻击落美方轰炸机 紧张的对峙中 最后美方做出了妥协 电影结局 研究人员们通过小女孩真正的获得了抗毒药物 所有人获救 而单身大叔也如愿以偿的收获了 人妻美女一生的芳心和小女孩的认可 从而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不过纵观整部电影背锅最多的自然就是美国高层 先不说这是不是韩国人民真实的想法 就说放在现实中 韩国总统敢不敢这样做 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订阅我 我们下期再见